一場六十四公斤級的超級戰 中方選手是來自WKFO俱樂部的趙傳林 藍方選手來自巴西的法布里安德雷德 是 這是兩位同門西沖地的對決 他們曾經短暫在四川一起訓練過 目前法布里是在泰國訓練的 是 那話說這個法布里啊 之前因為出車禍受傷了 可以看到他的背上還有這個疤痕還沒好 那一直吃 吃到快八十公斤啊 他給我看那個照片 這裡有點像豬八街啊 那幸好呢 他一下就已經降回來了 就你很難想像他從八十公斤降到六十四公斤 是 而且降到腹肌都看得到 對 這個很厲害啊 對 然後他話說上一次被豬帥KO掉之後 他說自己不敢相信 第二個呢 自己非常生氣 因為豬帥超重 然後竟然還把他KO了 他氣死了 他說一定要找豬帥二番戰 然後同時他自己也講 因為他巴西的度也不錯 所以他可能下個月也會打我們的武林動中隊 好 這是一個很對 很全面的一個運動員 對 趙傳林 趙傳林 我們也要請蔡老師特別給大家介紹一下 趙傳林 他今天 父母也在現場 所以他對他的同門師兄弟法部裡 絕對不會手下留情的 那這一次呢 他最近還抽空喔 去參加跑馬拉松全馬四十一公里 所以他體力非常好 先進到 趙傳林 兩個人 把他皮得相當的激烈 趙傳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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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才被擠到邊角 其實過去我們法部裡就是吸法 特別的毒 所以我們趙傳林要注意一下 連起來 哇 這個力量好大 用整個手臂把我們趙爽雲整個帶倒了 放好他 前鎖放好他 把他放直來了 那在以前髮部裡的拳是有點粗糙 可是最近都是一直調整 越來越細 打的也比較準一點 這個組合不錯 那話說趙傳林之前也在武林中對他撥球的徒弟 那撥球的徒弟就是鬧笑話 對於自由搏擊的規則完全不了解 一場都被扣了兩分 比賽前對規則的了解是特別的重要的 是 好 今天的剛前七場的很激烈的中泰對抗對比結束了 對 那就由趙傳林對抗來自於 泰國的他的同盟師弟 哇 我剛說這個拳法真的被加強了 這個髮部裡拼著這擊重擊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